嗨!嗨!又是Angel 當這個世界這麼暖的時候 什麼都不要說了 先吃胃 在封面上可以看到 這次有一個黑蚊蚊的葡萄 一個不像菠蘿油 但又看到覺得是菠蘿油的菠蘿油 價錢還要比南洋 南洋冰沙 大家都知道 因為暫時市面上 一個很旺的 很成功的個案就是南洋冰沙 剛剛做完運動 經過一間新式的茶餐廳 跟南洋冰沙一樣 又是很黑銷的菠蘿油 沒有其他 反過來做葡萄和蛋撻 菠蘿油就是香港食物 葡萄油就是澳門的食物 所以把香港澳門的食物 出了一些新潮的茶室 這間是剛剛新開的 我走過後 那些裝修很特別 看上去有危紅肝管 大家還記得這些嗎 這間茶室 裝修比較簡單 伙計也沒有什麼訓練 你看到一些很普通的茶室 但是它收的價錢 絕對不低 沒有全家 但也不少人在光顧 其中一個就是 就是因為蛋撻和葡萄這種魅力 那它現在就賣3Q3一個 還要PUSPUS 賣了又有政府稅和服務費 所以其實它不是便宜的 但3Q3都是市面上一些工價 偏高的價錢 如果你說一碗本地的檳城蝦麵 我就不夠膽去說 只可以分享哪裏好吃 但是說到葡萄蛋撻和菠蘿油 我Angelo絕對有資格去評論一下 那你就看一下上面這個蛋撻 就是這樣黑的 那我就對它吃肉不振了 在這裏的KFC都有葡萄麵 做得很好 好過它 便宜過它 不行的東西 就應該扔掉它 或者管理一下 不要再做這些 適等的貨品出來賣 硬硬擺出來 不可以虧本的 也要賣賣它 那你不要賣這個價錢 你去八山馬拉 夜市買一下 不是呀 八山馬拉也好過你 另外呢 我就特地點點了一個菠蘿油 它在相片中 一個不太像菠蘿油 但因為有一把牛油夾出來 大家又知道它又叫菠蘿油 而它的餐牌 那個名字都叫菠蘿油 所以這個就是菠蘿油 那你看回我的舊片 南洋冰室的菠蘿油 真的好過很多香港的普通茶餐廳 那你簡單單單 經過商場裡面的 拉芬蘿油 說拉芬蘿油 有一個專製 很好吃的麵包 新潮麵包店 的菠蘿油 買兩塊多 都是拍著這個 南洋冰室的 由於這間Four Fair 價錢呢 它敢收歸過 剛剛說的南洋冰室 和拉芬蘿油的麵包店 那我就試一試給大家看看 南洋冰室的那個 是凍食牛油 它這個就有另一種吃法 就是熱食菠蘿油 就是將菠蘿包 再加一塊牛油 然後牛油溶下去 這個吃法在香港 就不是普遍 但是也有的 也是好吃的 不過這個菠蘿包 是不合格的 它只不過是 做了一個甜皮 放上去 經過刀叉享受 第一 它用刀不講究 用普通刀刀 再加上菠蘿包 是軟的 切掉之後 就變了樣子 那你再看我之前的影片 那個菠蘿包 完全沒有變樣子 切了出來 尤其是利用一把牛扒刀 還有我出完那條影片之後 又有另一條影片 就是一個成本的 人力支聯的成本 那個也是南洋冰室 招聘人才 它的人工是比市場高 即是它有講究 這個熱食菠蘿油的食法 這個是不好吃的 因為它的麵包 它的麵粉 應該是有問題的 但是我們不知道 怎麼說什麼問題 但是你們有機會 就給錢 去貴過南洋冰室 去比拼一下 那在KL有沒有熱食菠蘿油呢 有的 就在幫我女兒去Inti College 找學校去的時候 那附近有一間餐室 也是熱食菠蘿油的 那個樣子 都是不像菠蘿油 但是味道是非常好 它的麵粉的配搭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這個菠蘿油不合格 又太貴了 我看到它是大陸的 那是整個浴室 就是它肉質 精湯 平均所有东西都是偏贵的 我觉得是不值得的 这杯茶是普通侵的 它叫鸳鸯 看到鸳鸯在香港的价钱给你收 你也收到5.5元一杯冬饮 还要更多 不值得 由于我进店铺 看到伙计又不是很专业 很普通的那些 但是又做冰镇奶茶也是港式的 又是收到价钱不便宜的 但是我不敢喝 因为我看到一个瓶 你的伙计是这样的 我在想你怎样洗瓶里的奶茶 会不会洗完简水流在里面 沖茶给我喝呢 所以我是不敢叫的 再看一看 我推介这个好像凉粉 好像橙堆 橙堆 拌咖啡 挺好碗 味道可以的 不过也是那句 价钱太贵了 不值得 继续拌咖啡水的橙堆之后 再来一个滑蛋饭 表面也放回日式的木鱼 拌一点点虾米 下边的豉油拌饭 我又叫了 太贵了 也是不值得吃 好了 简单说完这个 淋滑滑的菠萝油 和这个 黑菇利特的菠萨之后 大家喜不喜欢 就会随专便了 我Android分享给我的看法和感受 因为你收得贵的 南洋餐饰的价钱 我就会把你的标准拉上去 除非你那杯鱼 是收两泡前一杯 我今早都忍着 我就会有不同的看法